大家好 現在是9月18號 禮拜天請在這邊各位做假日人的直播 那這兩天有很多災情 雨淳從昨天到現在 包括我剛現在要錄影的這個時間 都還有這個地震 那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無事 我們天佑台灣好不好 我們看新聞有傳出有樓島有山峰 然後有這個大橋都大這樣子 那南部比較嚴重 那不是說北部就沒事 那大家基本上就是要提高警覺 不管你是住哪裡 就算你是住在一樓的房子 平房後天或者是高樓 我想大家可能都要有一些警覺 先給自己做最快的打算 你到一棟建築物裡面 你有沒有去留意你的這個炮射路線 我想凡事欲責令欲責罪 好嗎 那我們還是回過頭講一下 跟股票相關的事情 我想這兩天 比拜五美股收盤 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恐怖 因為我們都覺得四五日很恐怖對不對 當然這當中也包括 其實我就說電視台為了國收視率 它就要把標寫得很恐怖去嚇你 所以我也是跟各位講說 你做股票 我的節目你都要看 因為我說我從來不恐嚇你 我就是用一個正確的一個觀念 用當時的一個局勢分析給你聽 那不管是其他分析師 還是電視台的節目 因為它要國收視率 所以它第一時間要吸引你的目光 所以它那個標題都給你嚇人恐怖 我講誰 你大概就看一下那個電視台的財經節目的標 或者你去看幾個主播下的標 你大概就知道了 似乎是怎樣怎樣很可怕對不對 結果呢 禮拜五的美股 我們先講禮拜五 我們台灣指數的夜盤 就是盤後的這個期貨指數最後是漲 然後呢美國的廢伴最後是收紅 收紅喔 你去看美股多數 剛開盤都是開低 開低之後然後有拉高 拉高之後再殺一波 但是尾盤怎麼樣 尾盤都收上來 這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 似乎是 就是結算日 那期貨結算呢 如果之前是做空的 美國的結算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台灣的結算是在周三 然後在收盤前 所以收盤前如果空單多 那就盡量在收盤前把股價值數壓低 如果大人們 我講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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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就是能夠影響指數的人 大人們如果要做空 那就是在我們結算日 通常是禮拜三的收盤前 盡量把它壓在最低 那如果要結算要拉高 就是在11點12點那時候 就盡量拉把它拉到最高 所以就是台灣 那國外呢 似乎是好像美股 他們的結算 美股的結算是在 這一個剛開盤 剛開盤 所以剛開盤它如果是要做空 它要把股價壓 盡量壓低 把指數盡量壓低 所以你去看到這美股 它就是開盤直接開低 開低沒多久就拉上來 所以以這一個月來講 從8月底 鮑娥聯準會官員很鷹派的講法 再來到這個CPI 高雲預期 指數又殺來看 那整個9月的上半場 基本上就是偏空 那偏空如果國外的大人們 都是做空比較多的話 所以結算它就一開盤就先壓低 確實就是壓低 後來怎麼樣 上來 但是最後怎麼樣 再殺下去 殺不下去 為什麼 因為最後五盤收上來 為什麼收上來 因為 升級快到了 因為下禮拜 好 那再來什麼 再來是他們的空單 他們的空單就順勢怎麼樣 再結算 以期貨當然就是壓低了 對不對 那就直接壓低結算 但是現貨呢 因為大人通常會用賣現貨去壓低指數 我再講一次 賣股票或者賣現貨 或者就是賣全資股 然後去壓低指數 讓它的期貨空單可以獲利 那既然獲利對不對 貨到滿足點也到 所以它的期貨結算 那現貨呢 那當然怎麼樣 也趁次回補 所以 似乎是並沒有你想要那麼恐怖 是因為第一個 開盤期貨就回補 那現貨 在接著怎麼樣 也做回補 那半導體是這一波被看最空的 所以因為回補 回補就是買單 有回補的力道 所以整個股價 廢半相關的股價 就開始往上 那你知道說 這一個月來 誰被打壓的最慘 那就是NVE 回答 回答又說什麼 反正限制 限制蘇美嘛對不對 但 真的 到底 真相是如何 其實我們都是站在外面看 那會不會就是 只是大人們利用報紙放消息 那表面上又說什麼是政府 推定幹嘛 那其實 後面是不是都有大人在操作 後面的黑手在後面 都有可能 那不管 那反正 你發現 禮拜五 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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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NVIDIA 回答 漲幅都相對比較高 所以這樣大概你就懂 所以 我在這邊就回過頭再跟各位講一次 不要再被財經節目的標來恐嚇 我一直跟你講過了 他們表面上 在節目之前 在節目前跟你講得很恐怖 在節目上用了這個大手指跟你講的 然後講到手指轉播 然後讓你的股票砍在他那裡 讓你的股票砍在他那裡 讓你的股票砍在他那裡 就砍後呢 在那邊 嘻嘻哈哈的 然後就在那邊說 投資人真是有過笨的 怎麼樣 真的被嚇 或什麼 所以 我們真的好 以後看到我們 那種恐嚇你的言論 我建議你不妨那一天 回過頭來看我的節目 看我的節目是怎麼講的 所以 這就是股市最殘酷的一面 因為不懂得總是怎麼樣 被牽著筆子走 那 我就說 如果你 做股票不看產業 你就會怎麼樣 你就會掉入這樣的情境 你一輩子做股票 你就會不停的 一直被恐嚇 好不好 這兩天 我們節目主持人田欣胖 有在跟我LINE 剛剛我在做節目前 他把去年 在7月 帶你在高點去追航運的人 我們是7月高點 我告訴你 航運不要去追高了 對不對 我領先一年在最高點的時候 告訴你不要去做航運 從那時候到現在 我們都沒有帶你做航運 唯獨就是在10月 在10月 烈沙紅色10月 揚名常常跌到80 那個讓你財富對折的分析師 在100塊跌破 然後帶你停手 然後還跟你道歉 那當下 過幾天 我們帶你去超股航運 但是我們也沒有做很長 因為90做到100多就走了 去年7月到現在 我就帶你做過那麼一趟 而且是帶你全身而退 好 那個分析師現在在講什麼 前兩個禮拜不是告訴你說 航運他現在看到10塊對不對 那我是一年前就講 現在在講不會太晚 對不對 好 第二個 我是不是在四五月 疫情爆發送 我說殘險公司會虧死 有沒有 會虧死 有沒有 結果 他這禮拜才在講 殘險公司會虧到過程 都差兩個月 都差兩三個月 因為我是五月講 五六七八九 都差我三個月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很簡單 因為現在的報紙 天天都在講 殘險公司的虧又多少 殘險公司的虧又多少 我在跟你講那當下 是消息一個都沒出來 我是領先從 他們銷售的保單 我主動去幫你帥 所以 你等到消息出來 還要等你去分析嗎 我們不是看看報紙都知道了嗎 所以一個分析師 我覺得最重要是 在消息沒出來之前 你要領先 你要超前部署 你要超前預測 那才叫分析師 報紙消息都寫出來 給你看到 還分析什麼 那不用分析啊 那你自己看新聞比較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訴你說 如果你選擇去看一個分析師的節目 你老是去看那個分析師只會跟風 就像現在 我發現現在東森 很多在東森買節目的分析師 從1點半到5點半 好像現在都很多分析在抄我節目 本來在節目上不銀絲做對了 現在都拿絲出來唸 然後呢 從1點半到1點半到5點半了 你去看 最近有人把蘇東坡的定峰坡拿出來講 蘇東坡的定峰坡 我去年就在講 結果它現在怎麼樣 那个东森57台一收完盘的那个分析师 现在也来跟你回首向来消色素 归去也无风情也无群 现在也来跟你讲怎么样 三头斜照却向你 然后在他结束之后的那一个 一点半 再来两点的那一个讲什么 这个抗农忧悔 对不对 其实我拿出来讲 我最主要意思是告诉你说的 一个分析师如果没有自己的定见 他会去抄袭别人 会去模仿别人 那同样的他会抄袭他会模仿 他会有跟风的动作 他没有自己的定见 那就代表他带你买股票 也是会跟着去追主力 那你懂吗 你懂意思吗 为什么M31在没有人跟你讲的时候 我带你去买 因为我有我的定见 我不走别人走的路 当我都已经讲一个月了 股票都涨一百块了 其他分析师看了我讲 再带你去来追我买的股票 那你当不撞到钱吗 你去跟着看会跟风节目的分析师 你去看这些人 你跟资源操作 那你永远都是跟着 你永远都是跟风 你永远是跟 所以你永远都是当什么样 最后一只老鼠 这些分析师带着你去追高 带着你去追着主力的股票 带着你怎么样 买在右上角 带着你被主力跟酒叉 那结果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绕了一大圈 我讲这些我只是要给你的观念 如果你做股票 或者一个分析师在节目跟你 都是跟风的话 都是在抄袭别人 我才这样讲 这样的分析师一点出息 因为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不是现在报纸在讲这些人 就跟着记者里面讲这些 现在这种行情报纸拿出来写 基本上后面都没什么片头 好不好 你要是怎么样 要跟我超前部署 买在前面等风起 等主力来 等记者来帮我写消息 就是这样的 超前一步 你永远会有片头 不要去做大家都会做的事情 好吗 好 那回过头来说台北 这两天的地震 你会不会担心台积电 连电机台跑掉 会 好 那万一跑掉怎么办 股市就大跑 我告诉你 万一跑掉 股票担心 短空长距 老师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机台跑掉 公司就损失好几个晶片 对不对 然后订单要重新生产 机台要复零 对不对 我告诉你 晶片不贵 晶片不贵 你知道那个机子外光机 它这样子在楼舍里面 然后那个晶圆在下面 它就这边磕 它那个是插之毫里 亏之千里 所以一点都不能跑 所以说影响不大 有没有影响 我告诉你一定有影响 那你说影响 那会不会影响营收 一定会 或者会不会影响接单 会不会影响出货 会 但是我告诉你不要谈心 我跟你讲 最近有分析师跟你讲 为什么 因为 台面上分析师大部分都是给你 有一个银 生一个银 它都是要等报纸消息讲 它再去看报纸怎么讲 它再讲给你听 我不是 我是直接整个前后脉络 我分析给你听 然后你再顺着我的 你去思考一下 我没有引导你 一定要怎样 你再去思考 台积电 如果因为有影响 那现在是什么 出货忘记 iPhone 对不对 现在不是说 开始有 产能 产能或者 这个 现在不是开始会有 这个 产能送动的疑虑 对不对 台积电 不是前几天跟 那些车用晶片讲说 最好被库存 不要到时候产能紧的时候 你又没有库存 没有哀哀叫 对不对 然后又要找政府来施压 这一次地震 这一次地震 正好应验台积电 来提醒 这些 供应链所讲的话 你不要确定 你不要以为我台积电 一直都没事 万一这一次地震 万一这一次地震 真的造成断裂 机台跑掉 那怎么办 你不是大家不背库存吗 你怕库存消不掉吗 那万一这个断裂 一断就是五天十天的 那你等着看 你平常不背库存 你平常不背库存 突然台积电连电一给你断裂 那你好 你好 你不背库存的人 那你又完蛋了 我没讲错 我没讲错 所以你看这件事件 如果对晶圆代工是断裂 你看是利空 我告诉你 我顺着腾去摸着瓜 我认为怎样 短空长多 那你懂 现在不是一个库存消不掉 断裂正好怎么样 再给你那些想要等低价的 这个厂商 你想要趁着这一次通膨 然后把IC价格 把需求打下去的厂商 你再等等看 台湾有地震 你再等等看 现在南科人员不是疏散了吗 只要一疏散 那生产性就停了 很多事情是你现在没听到 不代表它没发生 大人们总是喜欢怎么样 报喜报忧 那如果是真的断裂呢 那好戏 好戏就来了 我说短空长多是怎样 短空是也许对股市有影响 那我告诉你 跌个几天我就准备下去操股 为什么 新冠肺炎当下也是 大家怎么样 可以单 结果怎么样 一可以单你完蛋了 你后面你要再 有极丹来你要再进来 你怎么知道 所以IC的价格怎么样 就会又突然爆充起来 因为现在我一天讲的 半导体的复存 其实现在周期已经没有那么长 因为现在车子要用晶片太多了 所以说我常讲 我常讲那句话 或兴扶之所 所以 扶兴扶之所扶 扶扶相宜 扶扶相宜 这样你懂吧 所以一般的分析师 不会跟你讲到这边 所以我把整个 这个时间轴拉长来 因为这个地震 如果真的发生什么在一起 如果园区的工厂真的受到影响 那是怎样 短空中长多 好不好 所以我用来做股票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要有自己的定见 不要被这个环境的利多利空 所影响你 每一个事件 你要很冷静的去分析 整个事件背后 所造成的短中长期的影响 你就不会把你的股票 砍在阿呆底 好 我想我的行事作风 就是富贵稳重球 遇到任何事件 我是第一时间 带着我的粉丝 带着我的会员 带着我的投资人 用各个角度来看一个事件 这样子你们就不会怎么样 跟着外面表面上的消息 我们利多利空所去引导 以至于去摘到分杀地 我认为要大富大富的不简单 也就是跟着我富贵稳重球 我们现在下礼拜 这礼拜我们马丁谷非常漂亮 逆次收红 我认为后面一定是有 你跟我都不知道的问题 但是股价既然大了 开始在慢慢吃货 那一定是有利多在后面等得出来 你要跟我不许在利多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享受到 当记者帮你把利多消息爆出来的时候 投信 主力 包括其他分析师 带着他的会员来帮我们抬轿 享受那种被抬轿的快感 好吗 田密区就在这边 浅隆就在这边 进入九二 县隆在我们遇见到的时候 跟我这时候来布局 超前部署 我相信在九月最后的这十天 乃至于十月 绝对会有光辉的十月 让你赚 好吗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的家里直播 祝你下礼拜比较 知之大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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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